总之在整体港股的逻辑里面 我最后补多一句就是 我仍然都发觉有很多的投资者 或者在overall市场的情绪 特别在之前这么严重 总之是低过2万 就很多世界末日 叫救命的一些声音就出来 就仿佛好像所有香港的散户 不管大户还是散户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都好像低过2万的时候 就像是有个水晶球 觉得流程图是很一致共识的 一穿两万就说是1万8 然后1万8就穿硬的了 然后1万6万4 1万又是the day after tomorrow 然后我心想 你去到这么一致得来 又这么坚定 觉得地球会灭亡 你躺身去潑得了 你灭亡之前 在表面上你价格不发达 但是现在你看到有点讽刺 就是说发达就暂时见不到了 我只知道你一万九千个去追潑 你被人最厉害 你被人夹我一千八点而已 我只知道 所以在整体的指数里面 经过一个可能放水与收水的 所谓的分析 我始终觉得 不要过于地悲哀励 不过最后都要说一句就是 它和美国可能都是一样的 是要反人类的操作的 有相对比较差的消息 那时候你就会勇敢买入 比如说有太好的消息实现了 譬如就以今天做案例 就拿来看看吉利和长城 它现在我们叫做利好兑现 应该兑了一半 这个长城中加薄 原来不是兑10%是升13% 而吉利是升了10% 相反给亚迪 应该是挤了下去的 挤了一点点这么多 这个 它的理由或者借口就是说 因为这个汽车补贴 主要是货燃油车为主的 新能源本身已经有补贴 它又不是很受惠的 借机就挤了下去了 那我们假轮游看看会不会是吉利和长城 buying rumor就挤回去 还是比亚迪固意被人挤了一点之后 又浪上去 那我们看看是否这么反人类操作 如果大家用这次证明 这个反人类操作 如果隔十日霸 你看原来是对的话 那可能更坚定大家的信念就是 总之你反人类操作会好 你根本不明白